各位錶迷你們好 又是我No.7 Watch的豬仔 今天第三隻推介 現在是晚上6點 我相信很多錶迷都會提早吃父親節飯 我今天有兩個錶迷都會提早吃父親節飯 豬仔明天都會慶祝父親節 鏡頭前面這隻是一隻方塊 是一隻SACO的方塊 咦 父親節推介 為什麼會推介一隻女裝錶 但是其實就是我今天和前兩天 都有個錶迷就說 我買父親節禮物 但我都想選一隻女裝錶 送給媽媽 因為母親節的時候選不到禮物 他說想公平一點 選多一份母親節禮物 所以父親節都會介紹女裝錶 都有父親節推介的價錢 這隻是一隻格文 方形的手錶 是格仔紋路的押紋的Dial 做了一個淡金色的錶盤 配搭了金色的錶殼 很漂亮 襯托了灰色的皮帶 你看到它那個玻璃 融上了一個方形的玻璃錶面 然後那個外殼 做了一個金色光深的不鏽鋼外殼 錶腳位置你見到它做了一個 微微香入彎曲 好像做了一個 怎麼說呢 它不是一般錶腳的 那個設計不同的 做得挺漂亮的 方形的錶面 一般在市場上都比較少 因為防水膠邊 甚至乎玻璃 字面 都是要重新做過 所以市場上非常少 市場上都少見得到 這隻更漂亮更少 灰色的皮帶 襯托了灰色的車線 沒有做壓紋 做了一個金色的格子Dial 四分針都是做了金色的 沒有秒針 兩針的機芯 你看到那個黑度 12 3 6 9 都是做了三角 三個正方形的 鍋釘格子的設計 其餘做了金屬的調釘 很漂亮的 一個簡單的設計 有時候鋁裝錶 我自己覺得 不需要太複雜 簡簡單單的設計 非常之好 這也是一個簡約風的設計 你看到市分針都做了光身 錶關位置 就剔起了 做了一個拉推罐 這隻錶 做了五個巴的防水 就是一個 生活防水 我們叫做 洗手下雨 沒有問題的 向下轉動 順時針方向 教時間 好了 教完之後 按回一個拉推罐 那錶底方面 就做了一個 陷入式的底蓋 反過來給大家看看 你看到 你看到 是寫著 CN30的機芯 這個女裝的精工機芯 這個 指針 好有趣 我發現台灣網 錯了 這裏是大三針 其實是兩針 兩針機芯 不是大三針 很多時候女裝都會做兩針機芯 知道為什麼嗎 就是因為它比較薄 三支針重疊 在同一個軸心上 會比較厚 這個做法比較薄 另外 不鏽鋼 有一個抗磁 logo 寫著五個巴的防水 不鏽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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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過來給大家看看 錶帶方面 做了一個灰色的皮帶 15mm的皮帶 另外 錶扣位置 你看到它都做了 兩個皮圈製油環 和一個金色的針扣 都有SEICO的 logo 配合錶殼 我自己很喜歡 這隻方形的女裝錶 如果你還未選擇 女裝錶的話 我記得有些錶迷經常跟我說 他就說 主仔 你真的要介紹多些女裝 我現在介紹女裝 希望大家支持 因為我很多時候 之前介紹的女裝 都沒有什麼錶迷你 所以就灰心了 這個錶的總重量方面 女裝錶不適宜太重 我自己覺得 這是一個斯文的款式 重量方面 23.3g 很輕身的 23.3g 只要它的直徑 它的規格是26mm的錶徑 我試一下 給大家看看是否26mm的錶徑 直徑方面 是26mm的錶徑 厚度方面 是6.7mm的厚度 脫脫脫 是35mm 試一下 戴上豬仔14.8%的手腕 一隻女裝錶 戴上豬仔14.8%的手腕 很漂亮 方形的設計 很高雅 再加上它有些暗紋的格子 標盤有質感 雖然標盤的設計 不是很複雜 但有時候簡簡單單都很好看 好了 豬仔推介多少錢 這隻SEICO 市面上也很少看到 市面上有這款式 那豬仔推介 超順價 1198 1198 1198 一點也不貴 如果今色的錶殼 非常順利的價錢 我上網看過 有個叫做萬X的網 它在賣2,073 2,073 豬仔超順價 1198 1198 喜歡這隻標的 你可以WhatsApp給我 打給我 也可以 在封面有豬仔WhatsApp 只有兩隻現貨 沒有很多 兩隻現貨 小牛皮的SEICO 方塊 希望你喜歡這個 額文Dial的 鋁裝標 希望你喜歡我的推介 1198 1198 我們下集見 拜拜